各位好朋友大家午安 我是小萌老师谢志某 目前在台师大任教 我是一个全世界当教师 不把教师当全世界的大学老师 不习惯用PPT 因为很多教授都觉得放PPT 自己觉得有power跟point 可是下面的学生觉得 没有power也没point 考完是powerless跟pointless 但是今天不得已18分钟 我必须要站在这边只好用PPT 五年前我讲了一场TED 有几十万人 有好几千个老师放给学生看 很多人觉得这场TED 讲得很好 在这四五年当中 有很多TED的单位邀请我 包括国外的单位请我去讲 我一直在思考我没有答应 我拒绝了五年 第五年我重新站在TED CGU 决定接受这场演讲 因为我在思考这件事情 我五年我改变什么 这五年来第一个我变老了 过去50岁现在55岁 第二件事情 我真的没有那么勇敢的 我没有那么多的企图心的 我也变胖了 我自己在思考 但是我温柔了 我想回家了 我想退休了 我想休息了 我都在改变 但是不改变的是我什么东西不改变呢 原来我对偏乡弱势社会的需要 人类的需要 我发现这五年来 我依然的强烈渴望去帮助全世界的人 今天我要谈的叫做 绝境重生为服务而生 我要谈绝境重生 我四岁家暴 从小我爸就打我 我就开始躲在山上 我一个人在山上 可以躲四天三夜 四岁五岁六岁七岁八岁 一直到七岁上学 就不再躲在山上 我开始喜欢上山 我国中开始离家出走 我离家出走我去哪里呢 因为我住山上 我在新竹山上长大 我十三岁离家出走 我去新竹的秀卵 有一天我就学原住民 拿着盐巴跟米 我就走到司马库斯 我又走到鸳鸯湖 突然有一天 我走到宜兰的七岚 我十三岁我走到七岚 我终于发现 我开始不喜欢上学 因为我觉得我的老师 连出校门都觉得很远 那怎么可以管得住一个 从新竹可以走到宜兰的孩子呢 所以我决定做一件事情 我把台湾的教育中错了 我就中错了 我就开始玩 然后又换一个学校 又中错了 可是我还蛮聪明的 所以我考上台北市 成功高中 所以我成功高中的时候 我就发现 我可以有 带领人 领导人的能力 所以我吸收很多的学校 我就组一个帮派 我就开始卸动 所以我在西门町 在旺华 在剥皮寮 在开封街 中华商场 ABC动 我就开始卸动 然后我在成功 就被记太多大过 我就没有成功 我就转到桃园 我就继续转到桃园 然后我又犯案了 我就被警察抓去 我保护管束 所以从我高中第一次的二年级 到我第二次的二年级 到高中三年级 到大学一年级 我有连续三年 要跟官户人报道 你有没有想过三十九年前 一个十六岁的孩子 是被法院判保管束 从中立分局被刑求出来 走到中立火车站前面 坐一路公车 坐到桃园地方法院 的一个十六岁的孩子 沿路都被人家骂 判死人 本首 败类 不好 这一个人 在三十九年后 站在长庚CGU 跟各位演讲 绝境重生 重复而生 你从来没有想过一个人的变化 是可以这样子 大学非常风光 因为在看守所 我对自己发誓 我从今要别人看得起我 可是很不幸的 我虽然在大学 我二十五岁 就成为一百大企业名讲师 可是在二十七岁 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子 她成为我的未婚妻 后来嫁给别人了 我就犹豫 然后我尝试自杀 四岁家暴逃避独处 这是我小时候被打得非常乖 前面是我的表妹 这是我上学的动机 就是看她 就这样子 到现在我都觉得上学不好玩 就这样子 那初中离家初中 翘哥中错 然后呢 接下来就卸动保护管束 然后被保护管束 然后这就是我被收考的样子 然后忧郁自杀 然后我以信仰相会 在自杀前的那一刻 我以信仰相会 我就开始走一条新的道路 我一直在思考 我在绝境当中 到底学什么功课 第一个 我相信每个人生命都是有力量的 第二件事情 我相信逆境是生命中的致命伤 但也会是生命中的礼物 第三件事情 我相信伤害是生命中的痛 却是助人的动力 第四件事情 哀伤与无助的生命经验 可以成为同理与怜悯他人需要的养分 我慢慢觉得我生命的经验 曾经是苦难 曾经在哀哭的一个四岁的孩子 在山上哀哭 曾经在街头被骂为笨手垃圾 败类的一个年轻人 曾经在生命当中 在感情绝望 寻求生命的绝路的时候 开始找到一个信仰的出路的时候 如何透过那个生命的绝望 成为我生命的另外一个出路 我很喜欢这句话 我们不都可以做伟大的事 但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做小事 我们都可以做伟大的事 但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做小事 这是德里莎修女说的 当我在重申的过程当中 我思考一件事情 过去那些经验 成为我现在的什么养分 我做过原生植物研究 公园认养味 偏僵孩子木血方案 海洋清洁专案 脚踏车维修专案 脚踏车捐赠 防止盗踩 杀死 鸟类辨识 协助生脏 走出户外 私立保育在地化的商店购物 老人故事方案 电脑回收 流浪狗流浪猫 老捷杀计划 立社学校 地区青年龙方案 劍走计划 等等 五分三菱的计划 还有一些环保四肢的 还有大型灾难的重建方案 还有食品安全 评论奖学金 还有长期帮助性侵害家暴 保育管树的孩子 我有三位保育管树的孩子 现在在台湾的国中 当数学老师跟化学老师 因为他们曾经保育管树 就如同我曾经保育管树 现在在大学当老师 过去曾经生命的苦难 却成为帮助人 滋养最强烈的一种力量 我帮助了性侵害的孩子 家暴的孩子 因为我就是家暴的孩子 在十几年前 我带家暴保育管树 孩子去华都木舟 去爬玉山 可是在去年 我一场演讲的时候 他跑来跟我说 老师你还记得我吗 他现在在一个机构当社工 原来我过去生命的经验 看到一群孩子的改变 从决心重生 我开始带着一群年轻人 为这个社会 为台湾社会 为海外社会做一些事情 我开始进入尼泊 我盖了第一所学校 我开始进入非洲 做艾滋病房式 做平同的计划 为非洲的孩子 盖厕所 盖学校 这是我非洲 2008年 一场世界非常大的灾难 512的地震 在汶川的地震 我在512几发生的时候 我就到了大陆 就开始做災后重建的计划 我连续做了3年灾后重建 把15个社区做灾后的重建 人家问我说 你为什么要去大陆做这件事情 我回答的很简单 如果我们的爱 不能超越台湾海峡 我们的爱不能超越政治 我们的爱真的太小了 我跨到对岸去 去成都 去汶川 去安县 去绵羊 去小移动 去观庄 去渡江县 开始做社区的重建 我募了一些钱 带着当地的工作人员 还有台湾的几个硕士班研究生 我就说你硕士不要念了 赶快过去 然后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所以跟我 当我的学生 任我当指导教授 你蛮可怜的 对吗 你很可能会去为了救灾 帮解放军做BTSD 做助人工作者 创伤治疗 因为我做心理治疗 我是一个冒险治疗师 然后带着忠错生 到纽西兰南岛骑脚踏车 这群忠错生 弱势的孩子 现在都大学毕业了 我发现他们本来念不了大学 跟我骑一趟脚踏车 最棒的地方 是他们的英文变好了 因为在九西兰 他被人家骂髒话 不懂得怎么回人家 所以他就回来学英文 所以英文就变好了 就念大学 这群孩子非常的优秀 然后我就带着纳马下 八八风灾的原住民的孩子 到青海域珠峰区 爬6178公尺的山 有一个孩子跟我说 他是在育幼院长大 他因为八八风灾 经历了很多的苦难 他家也遗弃他 早期遗弃他 他说我在五千公尺的时候 问他说 你这一生想做什么 他说他想当厨师 每天煮很多好吃的菜 让每一个家人在那边吃 我煮的菜的时候 非常的幸福 果然他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寄给我一张 他拿到世界厨艺大赛青年组的第三名 我看到登山陪伴的力量 我陪着他们 我开始创办华人磐石领袖协会 我在尼泊开始盖除水槽 让这一群一百多个孩子 有干净的水喝 原本这个学校只有十几二十个孩子 在2005年创办 那我带着台湾的学生 开始盖学校盖厕所 然后在2012年 我们把这个大楼盖好了 是台湾的学生的力量 我把东海大学两位学生 在那边山上待一年两年 这一个世青大学的学生 新文西去年刚毕业 现在还在尼泊白亿年 我总觉得台湾的学生的力量 应该出走 让我们看清楚自己 我们站在世界的那个位置 只有文明国家 才会到别的国家帮忙人家 去做社会援助的工作 落后的国家是不可能去外面 因为落后都只想到自己 只有文明我们内心满足了 我们才看到别人的需要 我们看到马杰当初 从外国加拿大 从到台湾的时候 你发现那个国家还有缺 他还拿到医学博士 他应该留在那个国家 为什么来了淡水 开始了意愿 我们总觉得 我们好像满足才能够帮助 原来我们内心满足 才是真正的富足 开始了一个妇女社会企业 让他们做手工艺品 我在台湾成立一个 Asia社会企业 开始在十几个通路 还有很多手工展 然后把他们山上妇女做的东西 开始展 带着年轻人在尼泊山上铺路 因为交通好了 运输成本就降低 然后开始养鸡 我们养了六期鸡 一期大概五百只鸡 除了孩子可以营养一点 可以吃肉以外 接下来多的鸡 我们可以卖出去 供应学校的经费 我开始在地震的时候 就重建了一个社区妇女发展 因为三年前尼泊地震 然后地震完以后 我们那个重建就开始了 然后很多灾区的孩子 还是没有学校念 我就把我尼泊山上的学校 盖了十几个床位 去把这些孩子接收回来 这是我在一渡平民窟的工作 我进入平民窟的时候 在那一年的五月 高温总共有四十八度 我在那个地方非常潮湿 进入了两平大的空间里面 里面坐着十八个人 有一个孩子刚出去上厕所 回来没有洗手 因为没有水 然后手黏黏的 就抓住我的右边的手臂 看着我说 hello how are you 答案就只有 fine thank you 这是我中学学的 然后呢 接下来左边另外一只手 又被抓住黏黏的 他说 hello how are you 然后fine thank you 然后一下子十五分钟 我右边四只手 左边四只手 黏在我身旁 我一天还洗两次澡的人 可是去到那边被黏着之后 非常不舒服 地板潮湿墙壁发霉 然后跟十几个人坐在那边聊天 十八度 晚上的时候我睡在那里 两平睡了十八个人 我很热受不了 我把眼睛打开 睡在我旁边的一个男主人 黑黑的 然后他看着我 我看着他 因为我睡不着 只能看他 因为没办法转身 然后他跟我讲一句 thank you for coming here 因为没有拒绝 所以我的爱就能够进去 因为没有拒绝生命 他就让你进入他的生命 所以我开始了 印度贫民窟的工作 这是我们第一个贫民窟教育中心 这是第二个贫民窟教育中心 我们发现印度人很爱漂亮 我在印度就成立一个school of beauty 美容学校 开始训练贫民窟的妇女做美容 他们结业以后 就可以到美容院上班 赚钱让孩子就读正式的学校 因为我们的教育中心没有学位 没有所谓的正式的学位证书 所以他功课好的话 家里有钱就可以回学校一念书 他们就开始做按摩 做美容 做美法的工作 在三年多前 我在金山脚 在异域这个地方 在来长村 我们看了一个学校 几乎废弃了 那是一个云南的阿卡跟利树 还有少数汉族的一个区域 我就发现那个学校村 要五个学生 基本上已经要废校的学生 然后在那一年的暑假 我就带着台湾的孩子去彩绘 就一直彩绘 盖了厕所再彩绘 然后带着台湾的孩子再去彩绘 你发现彩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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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把这间学校打掉 打掉以后我就重盖 变成一个毒品房子教育大佬 台湾的孩子 可以为这个世界做美好的事情 现在有120个学生 原本只有五个学生 经过三年多 就有120个学生 我常常觉得 我可以在台湾的偏乡当校长 我绝对不会让偏乡废校 对吗 这么远的偏乡 我都可以让他增长了 我带着台师大的孩子呢 到处去把那个 独居老人的房子把它拆掉 把人家的房子 在四天内把它盖起来 我带着台师大的孩子 把一个旧的学校 然后呢 透过台师大把它彩绘 我们开始改变了台湾的社会 我开始带台师大跟 宜兰东山江东兴国小的孩子 我们带着这小学五六年的孩子 为他造独木舟 他在划独木舟 然后最后我们捐一笔钱 让他圆梦 圆一笔梦 来帮助他们自己的家 有一个孩子说 要捐鞋子 要买鞋子 给爸爸 要买一只鞋 我说对不起 鞋子算霜 我们吵了半天以后 他说老师 我爸妈三四年前离婚 三四年前离婚 我爸爸有一天认真 晚上认真上班 睡着了 脚被机器卷进去 剩下一只脚 他们的孩子的梦想 多么的单纯 只想阿嬷住院半年 想买营养品给阿嬷吃 爸妈离婚五年了 真希望爸妈能够在一起 带着我去龙门录音区录影 他的梦想就这么简单 我在想想 我们富裕孩子 我们的梦想呢 想要去迪士奈乐园 想要去法国夺复工 原来我们的梦想 只是想满足个人 他们的梦想 只是想让家庭好一点 到底谁弱势 谁是偏向 但是他们玩梦 在几年前 我们就把这几年的年轻人 在世界所做的工作 拍成一部电影 叫做《微光时代》 这部电影 在两年前 在台湾上映 票房卖得很不好 因为一点都没有太多激情浪漫 这些电影 就是看台湾的孩子 扎扎实实在全世界 用他们的力量 用他们的爱 在改变世界 两年前 国际体验教育学会 Association for Expansion Education 他每年都颁发一个奖 叫做卓越实践佳奖 29年来都颁给百种人 没想到两年前的那一年 他决定把这个奖颁给我 小茂老师获得实践佳奖 我是第一个华人 第一个亚洲人 也是第一个台湾人 领到这个国际做中学的实践佳奖 我非常荣幸领这个奖 然后呢他就要请我在美国 明尼苏大 Convention Center 对着1500个人演讲 我大学是念体育系的 我英文年考4分 我们的英文老师说 如果猴子会坐在位置乱话 也有4分 然后我突然觉得 对英文没有自信 可是在张场的时候 我演讲了一小时以后 全部人都站起来鼓掌 我就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这样的演讲 我从来没有发生过 所以我就请他Sit down 因为博语英文讲的 Sit down就是好了 然后没有人坐下来 我更难过 然后三分钟 我说Please be seated 也没有人坐下 我更难过 博语讨厌 他们没人听过 就这样子 然后最后一句我懂的 就是Please have a seat 六分钟后 没有人坐下 每个人眼泪都掉下来 原来改变这件事情 不是你站在台上 说了多少光鲜亮丽 灿烂风采的话 改变这件事情 就是你在一个土地上 扎扎实实实陪伴一群人 不渲染的 不夸张的 就陪伴一群生命 挑粪 挑砖块 陪他们一起长大 陪他们苦难 一起走上那生命的 陪伴的道路 原来过去的苦难 绝境重生的时候 是为了一群人的生命而活 那最后我有一个小小的影片 这句话 每一个生命都有裂缝 光才能够透进来 这是我的写照 有一部影片一边放 我就一边结束 好吗 这部影片 去年四月我二个去世 去年八月我大哥去世 我坐在告别室的同一个厅 我没有掉眼泪 我发现我是心里病了 我发现我竟然回家好久 所以我决定回家 我在九月的时候 去找一个心理智商师 帮我智商 我学心理治疗 要找上智商师不容易 去到哪里人家都说 老师你来看我 我没有 我要做智商 从那一天开始 我发现我会为自己哭泣 一个家暴 一个保护管树 一个在山上独处 在黑夜里面 曾经恐惧害怕 曾经看着星星 看着月亮 用茶树抱着 用大自然的方式 活了四岁五岁六岁七岁的 苦难的生命 我把我的老家地整平了 我玩空拍机的时候 我看到山上的 深山的一个角落 一个四岁的孩子 还在山上哭泣 原来那个孩子 从来没有出来 我为着勇敢活着 为着抗死 让我的生活 能够继续往前走 我照顾了无数的生命 我帮助了无数的 性情感加冒孩子 可是那个四岁的孩子 仍然在山里面哭泣 他没有出来 在地整平以后我就上山 我在那个地方坐了四个小时 我把这个四岁哭泣的孩子 带回我的生命 我说孩子回家 你就是我 我们一起回家 这个中年人会好好的爱护你 我把这个年轻人 这个小孩子带回家 不是五岁 在去年的时候 我决定回家 这五年来我什么改变 我改变的是 我爱人的心是不变的 我改变的是 我要回家 好好爱自己 以至于我更有力量疼惜这个世界 需要的人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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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